美麗佳人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邱澤 明天大概會以正式的西裝 然後剪裁和身 簡單俐落為主 目前還好 我今天才 我今天才在想 我應該會吃飽一點再進去 因為上一次金鐘入圍的時候 我坐在台下因為真的太久了 然後 吳康仁坐我旁邊 吳康仁有幫我偷帶巧克力 還有那個王子麵 當然他是義氣相挺 他就幫我帶 然後 其實是幫家彥跟曉曉一起分著吃 但是 那我吃巧克力的時候有被拍到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還是不要帶東西 因為我們之前去福山影展 然後再去多倫多影展 所以 這中間還沒有時間可以看到 金馬的放映的片子 但之後應該每一部都會看 然後 有 明年還有電影會上映 但現在先保密 還不能講嗎 好 謝謝 謝謝